所以请各位一样 请打开云端白板里面的 我们证照考试题的第303 我们是python3的截取跟分析这边 303这一题 所以你把303 这个301我们讲过了 再来是303 303的话 跟国菜批发市场行情有点像 感觉有点像之前 台北市政府好像我们有做了一个练习题 这一题的话主要就是说 请各位先把题目看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其实这一题主要的重点就是说 第一个你会不会用Pandas 去把比如说里面需要的colour 蓝跟index 还有跟什么 跟它的data 把它全部组合起来变成一个data frame 那利用这个data frame做什么呢 就是再去把需要的资料产生 包含输出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 它要整个把资料全部输出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输出那个什么呢 那个拍卖行情 这个拍卖行情的话呢 比如说要输出哪一些拍卖行情 它有提到就是输出台北一的市场的 西瓜跟香瓜的行情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把什么三重市改成三重区 要改那个data frame 然后把香瓜改成阳瓜 OK 然后香瓜的量改成 也是个改一下名称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结果做输出 所以他整个第一次输出是这样子 第二次输出什么 输出他的那个 就是以西瓜当成地生地钱 排序 然后再输出那个台北一的市场行情 OK 包含这些 然后 最后呢 修改三重市 把它改成三重区 然后呢 这个什么呢 香瓜改成 他把名称改一下 把什么香瓜改成阳 多一个字 反正香瓜这边 羊香瓜 然后羊香瓜的那个价根量 改一下而已 大概就改这些 输出 OK 那最后 其实最后其实你也可以补一下 比如说最后应该把它输出 甚至可以把这个整个 变更完的结果输出成一个Excel档 怎么说 很简单嘛 这一行 就df.to底线Excel 就给它档名 你这个df就会自动转存成Excel了 所以其实用Pandas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你要输入Excel 或者输出Excel 那其实用Pandas 其实是最简单的 OK 所以请各位先把303看一下 然后呢 试着 让它run一下 待会我们来看这一题 好 谢谢观看